全台湾有24座焚化炉 处理一般家户的垃圾绰绰有余 不过最近却出现了南投彰化 垃圾无处可去的窘境 垃圾大战一触即发 据收的台中市政府表示 台中市的事业废弃物无处可去 议会要求自己处理 自身难保才帮不了其他的县市 而环保团体也批评 事业废弃物管理是大有问题 县内没有分化炉的南投县 这几个月来垃圾无处可去 尽管与台中市政府签行政契约 将垃圾送取处理 但近来却被拒收 台中市环保局指出 一方面是契约明定 杀完的垃圾抵扎要运回去 南投却没做到 另一方面更是因为台中市 境内的事业废弃物涌入 才排挤了其他县市的垃圾 台中的事业废弃物 一向送到高雄处理 但高雄涨价才抢送回台中 每顿处理费约2000元 看守台湾协会指出 过去合理的价格是5000元 不过政府为了弥补焚化炉 盖太多座没垃圾可烧 低价开放收受事业废弃物填补量能 没想到最后加护垃圾 却反而进不去 24座焚化炉 处理全国的家户垃圾 绰绰有余 但看守台湾协会批评 官方不检讨事业废弃物 处理成本过低的问题 事业单位也透过地方议会施压 保有享受低成本服务 才会出现台湾盖这么多焚化炉 家户垃圾却堆积如山的荒谬现象 记者里面张子佳台北报道